打開以後呢 它這裡有一條鍵盤的排向 我們可以給它拔擦一下 這條鍵盤的排向 直接給它拔起來就可以 然後這個銀色的部分 給它擦拭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這些 然後擦完以後 再給它接回去 接回去的時候 這裡要對好 對 你的人暫停 然後我們把這鍵盤的排線 往下壓下去以後呢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其他的這些線 你這屏幕不是不響嗎 這條線對過來這些 這些線全部給它往下 用力給它壓一壓 壓一壓 壓完以後鋼琴再重新開關機 不行的話就換一塊主板